奇怪 原本每天沖咖啡的阿迪 怎麼好像很久沒沖咖啡了 欸阿迪 你最近怎麼都沒有沖咖啡 最近都是滴滴幫我沖咖啡啊 小朋友什麼口味 他都會沖 誰跟你這麼好 而且滴滴還會唱歌跳舞給我聽呢 滴滴是誰我也可以跳舞給你看啊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 AD咖啡我是阿迪 我是木木 我們最近認識了一個私人助理 他不只長得好看 而且還很會沖咖啡 還會唱歌跳舞喔 對 那他就是滴滴 對 每個沖咖啡的人一定都有一個心裡的痛處 沒錯 就是今天不小心沖出一杯好喝的咖啡 然後這輩子就再也喝不到了 對可能今天手比較抖啊 對 然後明天不知道為什麼 就變得不好喝了 對 然後雖然每次沖咖啡也不給朋友喝 真的也是一場挑戰 沒錯 都在賭一杯好喝的咖啡 真的 三碗 三碗 阿迪斯特如果分數破8000 所以G-3他們就研發出了這款機器 這台機器呢就叫做Coffee Dancer 對所以我們都加了DV 這台Coffee Dancer 它有跟全台灣各地的咖啡師們合作 讓他們去研發符合他們風格的好幾種沖煮方式 所以我們在家也可以喝到芒果咖啡啊虎咖啡 對他們的店裡的咖啡 大家都知道我們每一款咖啡豆 它其實都需要搭配一個自己的沖煮方式 所以你如果自己在家裡有自己的咖啡豆 你也可以設定一套屬於你自己的沖煮參數 對 然後還可以把這個參數分享給朋友 讓他家滴滴也可以為他沖咖啡 沒錯 那時候都就可以互相分享 互相比較一下彼此的沖煮方式 到底喝起來有什麼差異 互相TK一下 我覺得我比較好喝 對 我就是甜 我加滴滴比較強 我滴滴練水練五年了 滴滴它本身的操作性非常的強 像是我們之前有做過另外一台機器 想要嘗試讓它滴滴 後來我們覺得真人真的比較厲害 對 但是這台機器它本身就有設定點滴的手法 對 然後它也流速滿穩的 真的超級厲害 沒錯 那滴滴它可以靠卡感應 就有點像悠悠卡那樣子 就是滴就可以了 然後它也可以用機身上按鈕操作 它可以選擇機器裡面儲存的各大咖啡師配方 所以拿到新的豆子就可以用它試試看 除此之外 另外滴滴它也有手機APP的功能 你可以在APP裡面去設定你想要的參數 包含了溫度啊 注水量啊等等 對 滴滴可以設定水溫 每一段的注水量流速 要不要繞圈 以及等待時間 沖煮最多可以分為時段 然後最後還可以保溫喔 像這邊的沖煮彈性真的很大 你如果想要在家裡輕鬆充足啊 或是發揮創意做一些奇怪的充法也是可以的 那它的最低流速是每秒一毫升啊 這就是我們的點滴法 那這樣的流速它還是非常非常穩定喔 那最高它就可以到每秒八毫升 滴滴的外觀真的非常的漂亮 看那個注水頭真的很像黑膠的唱證啊 這走在路上的回頭率應該蠻高的 對真的非常漂亮 那如果我們在手機裡先設定好音樂的話 它邊充就可以邊唱歌給你聽喔 好啦這個部分其實還是要看你充足的時間長度啦 對如果不小心設定的短一點 那你就會被卡哥 一進副歌就卡哥 對沒錯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一個大挑戰 對我們很喜歡一個英國樂團叫Queen 他們的一首歌 喔叫波西米卡狂想尋總共有六分鐘 六分鐘 三百六十秒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要來試看看 它能不能夠在六分鐘的時間 充好一杯咖啡 然後還不能太苦 好那這次呢我們為了要拉長它的萃取時間 所以我們改成了流速比較慢的鑽石濾杯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也用點滴的方式 去拉長它的充足時間 對那因為這個點滴法還是比我們自己滴在燒 快一點 對 所以我們就多做一些分段 讓它中間有時間間隔 對那我就試看看囉 送出 沖泡 所以看這個蠻療癒的 今天好好看喔 那滴滴它其實翻攪力道比較弱一點點 相較於我們平常用手沖咖啡 沒錯 像我們手沖咖啡水流下去 它其實會翻攪到底層的咖啡粉 然後所以比起自己平常習慣的萃取參數 滴滴它需要更多一點 因為我們剛開始結束這台機器的時候 其實會發現它的萃取率通常都會比較低 那如果想要它繞圈 因為我們習慣應該會從內繞到外 它就要分段設定 可能要先設定一段在中心點的 然後一段是小圈的 然後再斷中圈的 沒錯 因為每一段中間它的停留時間都可以設定在0秒 所以對機器來說它就是中心點住完 然後接著直接繞小圈 然後接著繞中圈這樣子 最後30秒讓它流完 好啦這次6分鐘的萃取算是完成了 對 那不知道喝起來如何呢 還不錯耶 對其實這樣聞起來就很像了 而且原本會擔心會不會過度萃取 但是苦澀味苦澀感還沒有出來 然後甜感居多也不會太酸 太高興了 重點是你明天要喝還可以再喝到一樣的味道 對 知道未來還可以再喝一次這麼好喝的咖啡 就覺得很幸福 好啦這次就是這台機器的簡單操作以及測試 對那這台機器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完整的再現每一次的充足想法 或是把那些咖啡師他們的想法 讓你在家裡也可以簡單的喝到 而且我覺得這對咖啡師來說真的是一大福音耶 對 就他們可以解放雙手 是 運用助理 對 那有時候去一些咖啡廳 都會看裡面的咖啡師忙來忙去 對 雖然我們認識他 可是也不好意思跟他講話 更別說不認識他的人 這樣咖啡廳就可以真的去服務每一位客人 對 那我覺得這台機器非常適合推薦給各大咖啡廳 就降低他們日常出備的賣 除此之外呢 也非常適合給咖啡的愛好者 尤其是玩家類型的 就是它可以分享你的參數 然後你也可以喝看看別人的參數是什麼 對 就是大家彼此交流 然後就會變成一個咖啡社群 沒錯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耶 我們還會再推出各式各樣的咖啡內容 因此不要忘記訂閱ADI咖啡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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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面 仔細小鈴鐺 按下小鈴鐺